王老师您还记得什么内容吗 我想您 一个是对以往 对我演过的或者主持过的节目 非常欣赏 第二个好像隐隐于感觉到 对我个人生活的一种关注 好像我挺可怜的 您就回了信 开始没有 就忽然有一个礼拜 怎么邮箱里这么多 因为我当时我的邮箱 真的是联系全是跟业务有关的 就忽然这些我是不大愿意 不大愿意 没法都打开 但是就是鬼使神差的 您刚好看到这一封了 我怎么就把他这个就打开了 这就是缘分啊 太多了 就像血片一样的 但是他会注意到这一封邮件 那绝对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啊 感觉这个邮箱这个名字 这张老脸几乎人人皆知 而咱们通了这么长时间的信了 我竟然一直没有机会一睹放容 能否满足老王的这点愿望 结果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就拿着琴 你新一群长发 就把我打猛了 有点晕当时是吧 但是王老师还是比较主动的 我听说就见了四回面 他就给您送戒指了是吗 郑老师您得说说 是这回事吧 因为这事总得跟父母说吧 是你跟我说吧 现在就不告诉他们 就直接去就完了 不是 你不是 你先得跟爸妈妈讲嘛 对不对 你就说传媒大学 有一个老师叫王刚 因为我们都是大学老师嘛 他是副教授 我是教授 我们职承是这样的 然后呢 叫王刚的太多了 全国十五六万的 尤其东北的多 还是咱东北人 他特高兴 他爸妈沈阳的嘛 都特高兴 第一次到我家去 我就跟他们这么说的 一进门把我爸吓坏了 被开门 我妈一看 就有点吃惊你知道 想不到是这个网络 对 根本一点没想到 开铁齿童鸭记小兰第三步 替着光头 对 光头 您这形象 对 我是就这样 穿个T恤 一个米黄色的裤子 第一双凉鞋什么的 就这样 然后去以后就是 我爸妈肯定当时挺惊讶的嘛 因为准备的迎接他 就做了一桌的菜 东北都是这样 我爸呢也喜欢喝酒 然后聊在一起的时候 就聊得特别好 这酒是好朋友 对 而且他在我爸面前 总是夸就是从小培养我学琴 我回来有个弟弟也是学琴 他觉得特别不容易 就是能够坚持培养孩子 一直学音乐嘛 就觉得我爸这一点 教育这一块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就喝酒喝得特别开心 聊得特别好 我爸妈后来也说 就觉得他特别的那个 可靠 可靠可以 就是特别值得信赖